北京市应急响应已经从奥基桥到三级了 那么这样一个调整说明 这次新发地疫情及其相关的传播扩散 已经全部终止 新冠肺炎目前还在全球犯难 那么中国的疫情也好 北京的疫情也好 那孩子受全球疫情的影响 自三月份以来 全球疫情一直持续的上扬 那么在最近的话 每天全球新增病例数突破了20万 回顾一下中国的疫情的变化情况 一月份二月份 那么我们成功的控制了这个最早期 由武汉发生在全国这个扩散的这个疫情 到了四月份 五月份又出现了在东北地区 由于输入病例引发的局部的传播扩散 在六月份又出现了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的突发疫情 北京的疫情刚刚控制 那么新疆又出现了疫情 那么这一系列的现象都在提示我们的话 在未来出现疫情 那是一种常态